纲门总是湿乎乎的是什么原因啊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见的 那么它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我们知道纲门周围啊 它有好多纲毛 这纲毛它就有寒线 寒线它就容易分泌 一分泌它就肛门周围会湿 这也算是个生理性的一个现象 那病例性的现象有没有 有 比如说有一些肛肠性的肛肠疾病 比如说有的内疾 疾疮 或者是肛管里边一个乳涂状流 肛痘炎 这件发炎以后它有个特点 它会刺激它周围的这个细胞啦 这个粘膜啦 它刺激它分泌物比较多 在肛门周围或者肛门里边这一段 它分泌一些炎性的物质 我们把它叫做分泌物 它会就从肛门外边或者肛门里边溢出到肛门外边 溢出到肛门外边 你会感觉到潮湿 湿的原因会 第一个湿潮湖的感觉 它也是感觉很不舒服 结果呢 它里边炎症比较重了 它分泌物比较多 它必然会引起肛门外边这些皮肤的病变 常见会造成肛周湿疹啊 或者肛周皮肤一个炎症 所以这也是比较常见的 我们回过头来说 肛门湿湖湖的感觉 有的人特别这个寒线分泌特别多 那就是一个生理性的情况 有的人它是里面分泌物多 造成炎症 所以这种情况下 是需要检查 需要治疗 它这个外边的湿 表现在外边 那么 这个原因是在里边 在肛门里边 或者是里边 这个造成分泌物多的原因 那就是上面说的痴疹啊 乳涂状瘤啊 肛痘炎 就这么一些原因 所以事故故事有问题的 你还应该做一些相应的检查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